寒流加上水汽移入 台灣上空昨天包括了 玉山 阿里山 還有太平山 河歡山 等許多高山地區都有下雪 而另外阿里山今天凌晨 出現了零下2.7度的低溫 締造了這波寒流以來 當地最低溫記錄 但是並沒有飄雪 而就像這樣舉表示 今天清晨最低溫出現在板橋 是攝氏7.7度 淡水也只有8.2度 整個北部都不到10度是有夠冷 而今天白天期寒流減弱 氣溫逐漸回升 全台各地渴望來到20度以上 而中南部甚至有機會 來到23到24度 未來一週也都會是晴朗穩定的好天氣